大家好 剛剛各位媳婦講得非常之好 我作為一晚會就真是很好向在座的國務學生 我自己是做教育的 今天跟大家講的主題是歷史與教育 歷史與未來 現在作為一個學生 他們可以從歷史上學到甚麼 得到甚麼啟發 我們學歷史是否真的只是學歷史 會不會有其他更深層次的東西呢 在過去幾十年的教育 我們注重的是學術性的知識 簡直是學科 但在未來我們更需要的是 學生能力和思維的扶養 如果學生在書館上學 我自己是一堆知識和理論 那將會是教育的一堆分中 在未來教育的領域 甚至乎從現在開始 我們最需要培養學生的其中一個領域 創新思維 但創新思維是由甚麼組成 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到創新的人 創新思維是由多方面的能力 知識 視野 思維方式等等相接學 而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教育的重點可以放在思維的樣子 那歷史怎樣可以幫助學生從中學到更深層次的東西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去思考 第一 批判性思維 第二 自主學習能力 第三 解決問題能力 這幾點是形成創新思維的其中幾個關鍵 亦都是現代和未來教育中最需要注重的一個要點 我舉個例子 就拿批判性思維來講 在學習歷史的時候 如果配合有趣的教學引導方法 在讀到某位歷史人物面臨老師的勸策時 就需要似身處理擁有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會怎樣做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 做了之後免得後果 對手會有一個反應 為甚麼這個人會成功 而為甚麼那個人會失敗 這種學習歷史的方式 是訓練批判性思維的其中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教育的重點可以放在 思維的養成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和求見 學習歷史結合教學方法 和互動成家體驗性的內容 去開發或者設計一些 能夠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或引導學生思維進步的方法 或模仿 給學生帶來最大的啟發 行得益 第二件事我要講的是歷史與未來 在當中的社會 大部分人關注的是要做和未來 很少人會在於關心過去的阿沙爾 要讓人願意去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和過去的歷史 我們可以首先建立 他們對這個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和認同 同時也都宣揚和強調 下一代教育將會培養出更具備綜合 和良好質素的新一代 所以我們可以從建立人們對未來發展的認知方面去投資 再結合歷史這樣的方式 亦都可以讓歷史不再單一發 我再舉個例子 簡單的例子 如果假設手頭上一個比賽項目 名叫過去與未來 開以時間的探險 我們將時間從過去到未來 或分為幾個階段 比賽規則由學生自主行索 自行搜集資料分析 並寫上每一個時間項所發生過的大型 與史事實 我們可以以前提史書作為參考 並預測未來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發展趨勢 這樣一來 我們宣揚文化的同時 也都提供一個機會和平台 讓學生更加積極去參與歷史的研究 同時也都提升他們對國家未來發展的認知 和對未來創新科技的認識 所以將歷史以教育方法結合 或者將歷史以未來而知 都是一個值得再深入去探索的歷史創新科技 最終我們可以將歷史展現成一個體驗文化 和提升思維的一個深度意外有價值的學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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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跟大家說 我們準備要開餐 所以 好 預備 一二三 再來 大合照 大家過來這邊一起合照 還有呢 等他們擺過 看鏡頭燒肉 我們擺桌 我們在睡覺 一會兒就馬上去那邊 去接待處那裏 你們可以在接待處的交位 每位280那裏 我們不是要以守成規的 我們全部的朋友 今天來的 我們全部歡迎 請過來這邊 一齊大家大合照 可以有朋友 都是我們的好朋友